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墙上是我当时画的作品 另外架上的那张画是我们同学周军茂 他今天也在场 他的作品 能不能说一下当时你们几个大男生 在这个工作室画的时候是什么一个情况 当时我们创作还是比较自由的 因为两位老师都很年轻 所以他们给了我们应该是说非常大的自由度 就是说当然我们在除了完成课堂作业以外 我们自己也可以就是说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创作 所以我觉得当时的那个氛围是非常自由和宽松的一个环境 应该是90年的6月份 刚好我那个时候也是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 这个都是我差不多大部分都是我在家里 就是我自己在家里完成的一部分作品 当然也有一些课堂的作业 当年就是想 我就是觉得自己创作了这么多作品 想拿出来展示一下 当时当然遇到很多的困难 当时也还有皮老师啊 给我写了这个文章 所以现在想起来这个 当年这个 91年还在江苏话刊上发表了这些作品 当时在这样的一些重要的杂志上发表 对我来说是其实是非常的感动的 结果对我鼓励很重要 自己晚上有时候三点钟 把灯打开再看一遍 有时候属于这种 就特别激动 从我们的研究里面看到 其实皮刀尖老师这个文章 算是当时最早一篇 专门研究真凡之艺术家作品的文章 然后他在那个展览里面的目录 有发表 然后后来也把它带到一个江苏话刊 就是当时也是第一篇 很针对性去研究真凡之艺术家作品的一个文章 里面提到很多观点 其实后来的研究都不停在重新提到这些观点 所以在书里面 我们也有把这个早期的一些文献资料 介绍了出来 当时你画了这个展览 1990年的时代画的展览还是学生吗 当时的身份还没毕业 当时因为在按学校的这个要求的话 还是比较就是说就是注重基本的一个造型 就是那种现实主义的那种表现手法 但当时我课堂是这样完成的 但大部分时间我还是想就找到自己的 能够跟自己的这种情感表达 能够结合的一个一种类型的作品 所以那个时候一直在探索的一个状态 所以当时就画了一批带有抽象 还有有一点点具象的这种表现主义的这种类似的作品 当时也画了好多人物写生 但是当时我做这个展览的 有一个做了一个小的测页 那个测页的封面 就是当时我给那个作品起名叫《散步》 就是我自己感觉到 就是我特别能够很自如地 用自己的这个色彩和线条 表达自己的情感 我是通过这一件作品觉悟到了 就感受到了 内心是挺快乐的 我觉得我找到了一种方法 这是一件非常小的一件作品 但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一张画 但是其实当时我们比较认识 然后也是早期有海外评论跟美术馆收藏的一批作品 也就是当时在武汉画的协和医院 所以当时我们你可以看到很多现在胶片里面的图片 他已经到了海外很重要的美术馆收藏 当时有其实有几个从海外来的车展人跟美术馆跟研究员 其实他们都看到这批作品了 很早就已经发现他们的那个情感的力量吧 里面有时候很多题材其实挺残酷的 然后那个力量很重 然后我觉得看得懂的人也会明白里面 尝试很多美术史里面的一些宗教原型 也可以跟很多古典主义的绘画跌轨 所以我觉得他背后的力量跟内容是很丰富的 所以我想问一下曾老师 其实当时他是什么一个环境 一个什么一个精神的状态 才画的这个什么沉重的题材 我画的时候可能也没想到那么多 我那个时候就不会想那么多 我就想就是说创作就是我身边的这些朋友 就是画我身边的人 画我眼睛里面所看到的东西 就是这些没有说有那么复杂的观念 因为那个时候说实在的 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当代或者是现代艺术 就是对西方这些东西了解的并不是那么多 但是我觉得凭直觉就是我还是要 就是用自己观察到所看到的这个社会的现状 来创作自己的这种有真心实感的作品 这是我当时一个简单的一个想法 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就是这种感觉 那个人的感觉 继续来伤出来的 就是这种感觉 把我民ext感觉 这个是这样子 就是在那里的痛苦 我现在说那时候 这种感觉 会和那种感觉 我应该不会有过 就是这样的比較 我应该不会觉得 就是这样的